一大早金融港雾茫茫一片 原本作業區完全看不見 上午7點就起了大霧 能見度不到200公尺 金融港區管制中心判定 宣布船舶在7點05分開始 禁止進出 因為受到農務的影響 經本港塔台管制員目視結果 發現已達到農務管制標準 也就是說金融港的東方坡體 紅綠燈塔已無法目視得到 兩地的距離約220公尺左右 所以就開始進行船舶的管制 從早上7點05分開始進行管制 一直到早上8點04分 因為農務已消散 所以解除管制 在這一段管制期間 總共受影響的船舶 總共進港船舶一艘 好在到了8點05分 農務逐漸散去 不過金融市區還是雾茫茫一片 剛好是大家的上班時間 不管騎車或者開車 都只能小心慢行 金融的天氣說變就變 連續好幾天都是大熱天 22號一大早就起了大霧 然後飄起小雨 這兩天天氣非常好 再曬衣服一下就乾了 可是剛剛早上起來7點以前 看起來還好 以為是下午會變天氣 結果沒想到突然起了一個大霧 本來是穿短袖 現在又換成長袖了 就怕家裡的衣服沒有辦法曬乾 民眾打開除濕機 趕緊烘乾衣服 接下來天氣變化大 民眾要特別留意 記者黃稍民基隆報導 記者黃稍民基隆